同学们好 我是新竹成德高中的佳琪老师 今天要带大家用好好学的讲义当中的好学范例一 带大家练习一下图表判读的能力 首先请同学们稍微看一下画面当中 有关这个范例一的图表以及问题 那这边的问题是根据图A跟图B 下列叙述哪些是错误的 那在这边你选两项 首先我们看一下A选项中 每天气温的最高值皆高于体感温度的最高值 对不对 这个选项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从图表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每天气温的最高值都高于体感温度的最高值 那接着是B选项 每天气温的最低值皆高于体感温度的最低值 这个选项也是没有错的 那接下来C选项 气温必高于体感温度 那同学们找一找我们能不能从图表当中找到线索呢 那在这边这个选项老师打了一个问号 原因是因为图中只有显示气温和体感温度的最高值和最低值 但我们无法确定说 1天24小时的时间当中气温一直是高于体感温度的 那接下来诸选项最冷的日期为1月29号星期五 是没有错的 那最后一个选项1 2月4号礼拜四的气温高于2月3号礼拜三的气温 那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图表当中 其实最后一天的温度只有显示到2月3号 那图表当中是没有有关2月4号气温的资讯的 那既然在图中未显示 我们就无法确定它是正确的 所以有关这边错误的选项 应该是C跟E两个选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